高热量但是低营养的垃圾食物呢 可能吃了对身体的健康并没有好处 那么现在胆脉已经创下了全球首例 从这个月开始呢就要征收脂肪税了 虽然说介绍呢这民众摄取过多的脂肪 那么国内卫生署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 要针对高热量低营养的食品要克征 不健康的食品税 虽然说距离真正实施的日期 可能还有好一长的一段路要走 不过呢还是希望取得各界的共识 达产以价质量 避免民众因为吃过过多的垃圾食物 危害健康了